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现在请罗姐看这边 好 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讲 好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是说 因为大部分实际上在处理的 应该是很多指点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要处理所谓的多指点系统 或者简单讲指点系统 那指点系统 其实是要先把 组成系统的每一个都当作是一个指点 但是我等下举例说 我把42位同学当作是一个指点系统 这个已经是把 大家当成是一个指点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这样会比较容易理解 好 那我们又去取一个植芯 这个植芯如果你取一个植芯的话 植芯的运动可以大幅的简化 整个系统运动 好 我现在想问同学 这个植芯 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 植芯的话 植芯的位置 等于M1 R1 再加上M2 R2 再加上 好 再注意总质量 请问一下 这个式子是怎么来的 是实验来的 理论来的还是定义来的 注意 这是定义 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我们还没有讲 知道吗 这样定义有什么好处 到底它可以做什么事情 好 那我们下课之前 讲的比较匆忙一点点 好 再提一下 就是说 这定义的位置 如果把位置取变化 好 这边就加上一个Delta 好 取了变化之后 如果再除以时间 然后这边也跟着就除以时间 那同学知道 位移除以时间是不是就是速度 那这个我们就说 叫做植芯速度 结果植芯速度的长相 M1 V1 再加上 M2 V2 好 加上 好 再除以大M 结果这个的长相 跟这个长相 是不是非常的像 好 来在计算上面 大家就学习这样子 举一反三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 从这边来看 昨天讲到的是这个6-9 那6-9 这个式子里面 有它非常重要的地方 在哪里 大家仔细看分子 M1 V1 加上M2 V2 同学告诉我 这是1号的资料 可以1号出注 这是1号的什么 动量 这是2号的动量 请问一下 我如果系统里面只有1号 2号 我把他们两个动量加在一起 这叫做什么 总动量 就叫系统的总动量 对不对 那当然是向量相加 好 注意一下 我把这个乘过来 M1加M2乘过来 M1加M2 我们昨天讲的是大1 对不对 结果我把系统的总动量 刚好 刚好 来这里的总动量 刚好等于大M可以VCA 等于 来这个系统的总值量 再乘什么 磁心的速度 磁心的速度 所以来这里面 已经暗示你了 来这个东西 来它等于P1再加P2 好它等于P总 来它等于P总 所以这边 好来第三个 我们透过这个式子交叉相成 竟然可以找出系统的总动量 你会发现说课本的文字里面有写这个 我为什么要特别在写在左边 那是希望你在读书的时候 你每次看到左边这边 就知道这段内容在讲什么 好 来系统的总动量 等于P1加P2 来这边 那P1就是M1V1加上M2V2 那刚刚这个交叉相成 因为课本之前就麻烦 那我们知道交叉相成就等于这边 所以我们把头围 好来这个头围 圈起来看特别写 系统的总动量 就会等于所有的动量相加 好等于系统的总质量 再乘以Vcm Vcm 好这里面已经第一 来就等于第一次告诉我们 为什么执行位置要那样子定 好了吗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定 我们都先用课本这样两个指点了 其实这个都会直接延伸到那个多个指点 好 如果有一个1号在这边 对不对 然后速度向这边 好 2号是在这边 好 然后来假设它的速度 像 好像这边 V2 那我们可以去计算它的动量 那这时候如果我找到它的值心 那刚刚讲来值心的质量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透过上面可以算出来一个Vcm 结果你就会发现说 来你可以不用做麻烦 如果这个你会算的话 这两个 来这个就叫做 系统的总质量 那值心速度 竟然可以代表系统的什么 总重量 那为什么代表它是因为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是怎么来的 来哈啰 来这个值心速度 这个式子是不是来自 位置是不是这样定义 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然后当我定义这样子之后 来这个 这个两个相乘就可以代表系统总重量 这是因为我们这样定义 我们这样定义 好所以 我们现在看14页 好14页这边就是类似我刚刚的讲法 来这个图 左边这里的话就是这个系统总动量 来这边做M1V1加M2V2 那这个式子其实你把它交叉到相乘 就是P等M1Vcm 所以来第五行 系统内各质点的动量和等于质量是M 再乘以速度是Vcm的单一质点的动量 动量M乘以Vcm 所以来这是刚刚那个式子就是 来总动量 等于M再乘以Vcm 好这个式子的意义是在这边 那其实 来好了吗 好 其实注意一下 来6-10 就是刚刚前面那一页 这个式子不是新的 这个式子 我刚刚讲过就是把这个式子怎样 可以看一下 来这个式子从这这边来交叉相乘 是不是得到这结果 所以其实6-9 6-10 其实是代表是一样的东西 好那我们一样可以再继续往下做 你看 这边我们就不要再去列式子给你看 好 以这个6-9来看 这边如果取变化 来这边取变化 那这边也会跟着就取变化 取Delta 好这边如果取DeltaT 来这边再取取DeltaT 这边跟着取DeltaT 来同学造数 来请问一下 来速度变化 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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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加速度 所以来这边就会变成直心加速度 这边就会变成1号 DeltaB1取DeltaT 1号是不是就是A1 对不对 他这边就是什么 A2 所以你看这类似的一模一样的做法 又可以得到来直心加速度 来在哪里呢 在14页 好来第四个 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直心加速度 好用的概念就是加速度A的定义 等于DeltaV取DeltaT 好所以来ACM最后就会等于这个式子 M1A1再加上M2A2 除以M1加M2 好那这个把它写成一般式 所以一般式就是说 现在不是要写个两个字典就好了 来如果是一般的话 来ACM 是等于Sigma MI AI 好再除以大M 好 那再来 一样模仿刚刚 这个式子交叉箱层里面 也一定会有一点点它的一些意义 就像刚刚那个直心速度 你交叉箱层 就会跑出来系统总动量 那这边也会跑出来一些东西 可是他又比刚刚那东西复杂一些些 好我先来看 来这个M1A1 来告诉我一下 这显然就是1号所受的什么 力吧 我把我的1号的质量 跟1号的加速度是要所受力 好这是2号所受的 力 好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 如果说1号2号在这边 1号在这边 2号在这边 那他们所受的力是什么呢 1号的话 来 他可能譬如说我现在如果说是在重力场里面 他一定会受到一个重力 对不对 好来他一定会受到一个重力 2号也会受到一个重力 那假设说他们两个同一个系统的话 1号给2号 可能之间是不是还有一些作用力 但是作用力是什么力 我们不管他 因为1号2号之间也有重力 可能有电力 那可能也有任何的接触力 或者说他们有弹簧 他们有弹力之间的 好意思就是说 2号可能会给1号一个力量 那1号也会可能给2号一个力量 好来2号给1号的 假设说F21 1号给2号的叫F12 好来这很明显大家知道 他一定是作用力跟什么 反作用力 好我现在要问的就是 这个力量我们一般来讲 叫做内力 就是我在1号2号当成一个系统 所以F12跟F21就是所谓的内力 那这个重力 请问一下是内力还是外力 它是来自哪边 我叫做外部 是谁可以的 地球 那地球现在不在我们系统 好我现在要问 M1A1 1号所做的力 指的是 这个重力 还是要重力加这个内力 你觉得1号所做的力量 要不要把这个内力加进去 1号 1号所做的力是什么 1号就是说1号收到一些力量 然后是不是产生一个加速度 对 那对1号来讲 请问你觉得它所做的力量 是重力 还是要重力加这个X21 当然要全部啊 1号来讲当然是要全部所做的力量 2号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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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我们来讲 来请同学注意一下 来 这个 或者是这个 好这个其实指的是 M1 所受 总力 那2号就不写了 2号就不写了 来 这个总力 包含 他所受的外力 再加内力 好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对我们来讲就有点小麻烦 那没关系我们先看下去 所以接下来 好吗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第五点 我们要来讨论他们的受力 他们受力 因为如果真的要考虑内力的话 会非常非常麻烦 因为很多内力我们根本不太了解 它里面到底是什么 什么作用 对不对 那里面到底有没有电力啊 磁力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搞不太清楚啊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下面 以物体来讲受力 基本上可以分成所谓的内力跟外力 外力就是来自系统外的 这应该很简单 这一段的倒数两行 施力则是系统内的 就叫做内力 施力则是系统外的 就叫外力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各指点 以1号来看2号来看 各指点F 他所受的力量 和他的加速度的关系 什么 圈圈是2 1是受力 得气 得气 以后注意一下 人家在问F与A的关系 这样子问 其实大部分不是这样问 而是问各指点的运动方程式 如果人家问你 譬如说1号 1号的运动方程式是什么 他的运动方程式指的就是F和A的关系 其实就是在问牛顿运动定律 大家知道吗 受力 受力跟加速度的关系 是不是第二运动定律 注意一下 来问法是这样 好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了 这是1号 若写F1 指的是F 指的是1号所做总力 包含外力 包含什么 216内力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叫做总力 然后等于来他的M1A1 这个没问题吗 来2号的话 等于他包含他所做外力 还有来他1号给他的力量 然后等于M2A2 但是 但是 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要考虑这个内力的话 非常麻烦 但是 如果我把这个直接相加密 就会发现F1跟F6会不会怎样 消 所以如果 我们这样不要一个一个看 我们就一起看 好来我们就一起看 所以来对我来讲 来系统的外力 就会等于F1再加F2 好 然后等于F 好因为这两个加起来等于0 所以我再问一遍 请问这个F1是不是就是FYE 好了 好了 好 F1 不是 不是 F1是有外力 有什么 内力 但是因为我现在两次相加 是不是内力被抵消掉了 注意喔 医药所做的总力 那个不是只有外力而已 好 但是当你写完这篇之后 来大家看一下 来告诉我 你从6G11来M1A1加M2A2 其实就是什么 来往上看 往上看 哈啰 来请问一下 这是 哈啰 这个 M1A1加M2A2 是总力没有错 是总力没有错 我说在这个式子里面 如果交 交加加速 哈啰 M1加M2 成什么 加加速度 执行加速度 对不对 好 这个式子 带到下面来 带到下面这边来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M再乘以ACM M再乘以ACM 好 所以得到 我们现在把头尾 来放在一起 这边告诉你说 嗯 好 如果1号在 呃在这边 来1号在这边 好 他收到一个外力 F 好 Y 然后E 来2号在这边 好 收到一个 来这样子的 F Y 来 Y2 这样子 那这时候 他们的 这个总力 就直接这样两个相加 这两个相加 然后这两个相加 那个可以 就内力可以 不用去管他 好 来他跟什么呢 他跟这时候 如果有一个直心 来这边是M 好 然后你可以算出来 来来这边有个ACM 来 把这两个相乘 这边也 大家知道吧 就相当一个例 M就是一个例 那这是一个系统 这样是M 加速度叫做ACM的东西 这两层起来的力量 竟然是系统所做的什么 总外力 所以我们现在是告诉你说 但是为什么这两个会这样相等 也是因为 也是因为这个四值来的 那这四值也是因为 我们一开始定义 直心位置的时候 是利用M1 好 1加M2好 所以M1加M2 好就得到直心速度的四值 然后得到直心加速度的四值 所以我们之所以要那样子定 就告诉你说 来这时候 好你可以用一个点所受的一个力量 来代表系统所受的什么 总外力 系统所受总外力 好其实这四值很重要 来我们在后面15页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请同学看一下 好课本的叙述在这边 来加油 来这个F等于F1加F2 对不对 这刚刚写的 那F1本身其实是要这两个 这两个 好来这两个 这个是外力F1 好然后这两个加起来是0 来赶快拿给他 好 所以来这边的结论就是说 系统的受力总和F 跟系统整体加速度 来注意 来跟系统整体加速度的关系 可以把它假想 假想如果有一个质量是M 然后这个指点来他的受力 跟单一指点来这个加速度 是直心加速度 还是一样 就是你用直心这一点的加速度 可以来代表系统所受的总力 如果我们直心位置 一开始是那样子定的话 所以他已经显然可以来代表一些些东西了 来代表一些些东西了 好所以 告诉你说 下面 系统所受的合力F 等于各指点所受外力的总和F1 来这个 好那这个写一下 来这个其实是M1A1 再加上M2A2 这个式子 其实也是F的MA 对不对 那大家都知道FMA就是牛顿季几地运动定律 第二 第二运动定律 好所以他告诉你说 这个式子里面其实是告诉你 来外力和加速度乘正比 然后他比例常数就是我们讲的总值量是大M 好注意一下不用考虑内力 不用考虑内力 跟直点之间内力完全无关 这个叫做两指点系统的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必要 我们都直接都把它推广到 所以来第六个 来我们直接推广到多指点 来多指点系统的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来就是这样子 来这个 注意这是总外力 这是MAC 好我们写一下 他一些比较重要的意义 到底什么是AC 就是假想 这边我们现在都在做准备 我们还没有实际在用它 所以准备说你有一点那个 在学的时候有一点 就是不知可能不知所措 说我学这些到底要干什么 那感觉感觉很理论 我跟你讲整个六之二都还在做准备 我们要为了第三节六之三 动量守恒做准备 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准备我们很多的备用知识 那我们先把它学起来 所以所谓的执行加速度就是说 你可以把系统的质量 来狭想有一个系统总质量 全部集中 在执行 来那一点 你看一下把一个所有质量都集中在一点 然后把42位同学 大家就质量 1号质量加2号质量 全部集中集中到那一点 然后呢 每个人所受力量 把这些外力全部都加在一起 向量相加 总外力F 然后把这个力量去作用在 直芯 好 就会产生 好 所产生的加速度 我们就叫直芯 对不起ACM 直芯加速度 因为很多的课本的参考数 有时候都直接写C AC VC 那因为看你这边他就写VCM 所以我有时候会漏掉 那我们就配合课本 所谓直芯加速度的意思 就是你把 我再讲一次 把42位同学的质量加在一起 然后集中到一点 然后每个人的受力全部都加一加 一起施力给他 那那个会产生一个加速度 但那个加速度就叫直芯加速度 好注意一下 这个可以代表什么呢 这其实告诉你他总外力等于这样子 所以就像这样 我们昨天有丢这个原始小铃鸡 给大家看一下看 来大家都知道 来这样一丢过去来 他的轨迪是不是还是抛物线 可是严格来讲 或是说用这个 你可能还看不太出来 你还比较严格 就让一对同学丢枪 好抛枪的时候 大家来那个枪 看起来轨迪也是抛物线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 来枪的每一点是在做抛物线吗 不是 好那为什么他轨迪还是抛物线 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枪整体的质量 来假想放在哪里 直芯 然后那个直芯的话所受总外力 来请问一下枪所受总外力是什么 枪 来这个枪或者是在这小银银 所受总外力是什么 重力 是不是 好我把他所有质量就集中在他的直芯 他所受的重外力既然是重力 大家知道一个东西做只受重力 然后丢出去 当然是做什么 抛物线 所以这边讲半天 也就是说来这样丢出去的时候 其实是他的直芯在做什么 抛物线 可是这个东西本身会什么 转 会转 那转的话每一点来 他当然他的轨迪就会变成阜导 所以这边告诉你 直芯可以做什么 直芯 这是最重要的句话 他如果我们根据我那样的定义之后 直芯可以代表 系统 平移 那个抛物线就是他平移的运动 他没有办法代表转动 那个直点的抛物线是一个平移的运动 那直芯可以代表整个系统的平移运动 这边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好吗 昨天没有去提到 因为我们学直芯 直芯很好用 非常非常好用 那是不是所有地方 我现在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好我问一下你们假设说这个叫做小M 好这个叫做大M 对不对 好来如果他们之间的距离 来距离如果是R 请问一下你们以前有没有学过来 他们万有引力等于多少 GMM 再来数以什么 R平方 哈啰 有没有学过 有 那这个不是重点 我是说反正这个大家知道 好 然后小M也收到这个力量 大M收到小M的话 来这个都是引力 哈啰 是不是像这边 好 那我现在要问说 如果 如果这边有一个二分之 假设说在这边 在这里 对不起 来这里有一个二分之M的在这里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二分之M的在这里 好这两个组成一个系统 然后他们两个因为质量是一样 大家知道来他的质心 就是在他们的中间 对不对 好这时候如果一样 来一样在这个位置也有一个大M 好然后一样 来这样 这个大M跟这两个直心系统 来这个乱距离还是叫做R 好我想问同学 这时候 这个二分之M跟二分之M 来这个质心系统合起来质量是M 好来合起来质心 他的质量就是M在这边 这个M是这两个的质心 好请问一下 这他们这个质心系统的力量F 也是等于R平方分是什么 GMM 来请问这等不等于 二分之M对它的引力加上二分之M对它的引力 就是说这个直心对它的引力 就是我可不可以用直心所做的 产生的引力来取代系统对它的引力 我们现在就要讲来质心上到底如何 好你看看一下我现在已经跟你讲 如果我今天就是二分之M 刚刚讲系统的直心在这边总是M 对不对 所以来这时候产生的力量是这样 好那如果我个别算会变怎样 好那这段距离是多少 我先不管它 来这段距离如果叫做D 这段距离也叫做D 那这个二分之M 好这个二分之M跟这个的距离 来这距离大家应该就是R再加多少 D 然后这个二分之M跟这个距离来是什么 R-D 所以这个左边这就叫A这叫B A对M就会有一个引力 应该是R加D的平方分之G 二分之M 先写大M好了 大M再乘以二分之M 好然后再来这个 这个二分之M就是这个B 他对这个大M也有个引力 然后那个引力的话是R-D的平方分之GM 再乘以什么 二分之M 所以这个二分之M跟这个二分之M 就是A和B 对大M的引力应该是这两个引力怎样 相加吧 来是这两个引力相加 好我的问题来了 我现在真的算我会算A对他的引力 B对他的引力就是这两个相加 那网上说这两个直心在这边 他对他的引力 如果你用直心取代的话是这样 好我不用算下去 你能告诉我这两个相加 你会跟他一样吗 你通分你稍微通分一下 你觉得这两个大家可以一样吗 蛤 会吗 会吗 有人还是不知道 有人觉得一样有人觉得不一样 来这两个通分要怎么通分 来这边GM 来不要怕 等一下 来来来来 糟糕 小老师 小老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要去 其实我刚明明有拿延长线 为什么没有拿过来 来去我桌上 有一条延长线 你要一个一个去就可以 可以是不是 好来 还好他有闪了一下 好 现在如果不知道的话 来我们把这两个来 GM2分之m把它抽出来 里面是R加D平方 再加上R-D平方 对不对 通分的话就是什么 R平方减掉D平方的平方 然后之后是变什么 R加D平方 是不是再加R-D平方 不要怕 好来 R加D平方 是R平方 再加什么 2RD再加上D平方 R-D平方 R-D平方 是R平方 减掉2RD 再加上D平方 好我写到这边 你会发现来这个消掉 不用再算下去 看了半天 你告诉你 答案就是答案会一样吗 很多人 一定不一样 还有我再算下去吗 这个相加减的结果 不可能跟上面不一样 因为至少都还有D 是不是 是不是 什么 我要讲的就是 这边可不可以用执行取代 哈喽 可不可以 不行 因为我要讲就是说 执行真的很好用 但它不是万能的 这句话我会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在很多地方都一直重复 很多人学了执行 执行可以任意的取代 不是 像这种例子 来可不可以这样取代呢 不行 不行 来我们现在其实只有学到的是执行 勉勉强强来 就是说至少可以取代是什么 来取代是他的平移运动 就我现在这个整个丢出去的时候 哈喽 来这个如果他有平移运动的话 那我可以用执行那一点来取代 这样知道吗 好那以后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不要随便用 不要随便用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不止这样子 来这边还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来在这里 好景彤姐翻到16页 好 来刚刚讲的情况就是这个例子 来保龄球这个例子 来这边 大家看来保龄球在众力场中只受众力 所以他整个执行保龄球执行的运动 对不起我们刚刚这个小老师没听到 所以我一定要再强调再问一遍 来同学告诉我一下 来 你们告诉他好了 来请问一下 这两个 来 这两个误解的受力 AP对他 答案的弃量 可不可以用执行取代 这两个答案结果是不弃的 知道吗 说好就是讲执行很好用 但他不是万能的 那真的可以用的就是这个有关评译的部分 来想这边 保龄球在16页 来加油 看到有人已经闭上眼睛了 拍好吗 好 你看保龄球只受众力作用 造成保龄球品的执行轨迹是抛物线 但你如果去看球头 那个球品的头或者尾巴 那轨迹会很复杂 那如果你看这红色部分 这轨迹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讨论他 知道吗 或者我这样举一个例子 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类似 例如说你们现在要升起的 那升起的时候来 我们班上42位同学 大家就要往操场移动 对不对 来我问你们一下 来你们往操场移动的时候 请问一下你觉得每一个人的方向 都会一模一样吗 不会吧 对不对 就是有时候大家要往那边移动 可能站在那边往那边跑 可是有人就觉得很不喜欢挤在这边 也许你就会稍微让往后跑 往后跑来你可能就会 例如说你就是用道楼下去 那有一些人可能往那边跑 反正最后 但这是你跑的方向可能四面八方 可是如果站在气象局往这边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才42位同学 虽然有人往那边跑 可是最后大家是不是一起往那边去了 是不是一起往操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執心合起来最后还是往操场移动 但是个别运动可能是复杂的 好 另外一个真正有用的地方 其实是在这边 就是难看 如果有一个炸弹 好 某一个地方爆炸 我给你来 它爆炸之后 它爆炸 我给你爆炸是内力还是外力 加油加油 一般来讲 爆炸应该是外力的内力 大部分是内力 除了说我现在用另外一个假设 我就发射一个东西去撞它 那可能是外力 但是如果我现在因为里面的化学变化 等等之类的 让它突然就爆炸来 那是内力 请问一下 这内力有没有影响它直心的运动 有没有影响直心运动 这个很重要 没有影响直心运动 所以来告诉我 我原来直心受什么力 唯有外力跟重力 最爆炸后 我的直心还是受什么 所以来告诉我 请看直心的轨迹 会不会变 不会 不会 你会看到是还是像这样 这个让发射之后 还即使在这边爆炸 它直减四面八方发射 但是你如果把直心内力 可以算出好不好 原来直心还是维持原来的 抛物线这样前进 所以来这个是 你看 它说一个炮弹在空中爆炸成很多碎片 好 注意 内力不会影响直心运动 所以在所有碎片还没着地前 这个还没着地前框起来 碎片的共同直心仍然如炮弹未爆炸 一样会原来的抛物线继续飞行 好 来会原来的抛物线继续飞行 来请问为什么要在还没着地之前 着地之后就会受到什么 地面 就受到另外一个力量 所以那个就会变得比较复杂 好 那在这边 在这边我们现在大概差不多结束 那我要整理一下 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学 那同学可能会搞不清楚 你到底学了多少试子 那到底是不是很复杂 你要回去读哪边 好 这边很简单的 简单的帮你整理一下 来执心 我跟你讲 整理出来你就会发现变得非常非常简单 好 第一个执心的定义还好 来我们上学期学过定义了 来它就是 你直接写在上面就可以了 应该够 MIRI再除以总值量 我们要学六个物理量 六个物理量 简单样子就分成两 两类而已 那个子萱还好吗 还好吗 不太好的样子 不要点头跟我讲 来加油 好 同学告诉我一下 来请问执心速度长什么样子 长相跟他像不像 基本上一样嘛 只把RI再改成什么就好了 VI 所以来这边就是SIGMA MIVI 再除以什么 M 因为他们只是取变化 再除以delta t 取十变率 好 不只这样 谁的长相又跟他一样 加速度 所以这叫做举一反三 我们上学语虽然只有字还好 上学语已经学过执心绘字 对不对 那结果反而执心速度 执心交速度长得一模一样 好再来 那执心的话那一点 那一点如果你要想的是一个点有质量的话 来那个质量刚好等于什么 全部系统的什么 全部系统的什么 总质量 等于总质量 好 好 这是加总 所以这个加总 就跟上面这个长相不一样 所以它是第二类 那再来两个式子我告诉你 其实它不是新的式子 它不是新的 它就是这个式子交叉相乘 给它另外一个意义而已 来大家靠过来 交叉相乘之后 来这个分子这是什么东西 动量 对不对 好结果我们发现 来总动量 总动量就是Sigma MIVI 结果它等于M 再乘以VCM 好 这个 动量的部分 勉强跟这个有点像 你不要看后面这边 好 就先看这边 你看总质量 就随负质量相加 总动量 就所有动量相加 Hello 来这个是全部的动量相加 只不过它等于 直新的质量M 再乘以直新速度 好 再来 所以我说它不是新的 就上面的式子交叉相乘 好了 那上面再来 来这个也是直线交叉相乘 来这叫什么 V 总外力总内力还是总外力加总内力 其实这个是总外力加总内力 问题是总外力加总内力 就是 还是总外力 那都是吧 所以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是总 因为你全部加在一起 你个别看不一样 但如果已经全部加在一起 是不是又一样 好 所以来这边就是F 来总 来总外力就可以了 来等于什么呢 好 等于Sigma MIAI 然后它等于MACN 好 所以6G2讲半天 来 所有的内容就在这里 你如果能够弄清楚自己整理的话 你会发现 没有 等于没有什么新的 等于没有什么新的 好 来那讲半天 我们要先做做题目 试试看 来到底怎么出力 好了吗 好 6-3 来下面6-3 大家还记得这装置叫做什么吗 好 这个阿特5G 它说质量分别是M1 M1M2 然后M1三公斤 所以来 右边这个M1这三公斤 左边这个两公斤 挂在滑轮上 然后忽略所有摩擦力 去用词来算 那M1因为三公斤比较重 所以他会下降 然后M2会上升 好 同学记得吧 一个下降一个上升 虽然加速度方向不一样 但是加速度的量值A 怎样 一样 所以来这边A 这边也是A 对不对 好 他要问的是共同值心加速度是多少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做 我要问问看大家 请问一下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ACM 如果做两个就是M1 实际例子以后就这样算 M2 A2 再除以总质量 对不对 好我现在要问了 那个A 我们还 还先不管他怎么算 等一下再说 这个大M的话就两个相加速度5公斤 M1 3公斤 M2 2公斤 好 这我现在要问 请问 如果A可以被算出来 3公斤的A要带多少 是不是带A 这也是带A 就是3A加2A是吗 记得要向量 是不是 好如果定向上为正 定向上为正 所以 对不起 所以这个3的这个应该变负A 这个要变成什么 A OK吗 好 所以这个算出来 负3A加2A 所以会得到负A除以5 我还没算 同学告诉我一下 负号按4 来执心加速度的方向向 下 因为我已经定向上为正 好 为什么整个执心会向下 移动D3 很容易理解 因为他们讲加速度的量值一样 可是这个3公斤的比较重的是向下 所以合起来实际是在向下移动的 好 有没有同学记得来请问一下A要怎么算 好 加速度A 现在要回到我们 上学起的 A要怎么办 好比较正确的做法 你要把这个 看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一下 3公斤的瘦哪些力 重力 3公斤的话是30牛顿 还有什么力 绳子的张力T 对不对 然后再来 另外一个呢 这边是多少 20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向上的 来这边是 好来这边就是T 好 我们正确的写法先同学先看一下 照到你来讲你要看M1 M1的话 就会得到是30-T等于3A 然后对M2来讲的话 就会等于T-20等于什么 2A 记得吗 好 然后两次亿相加就会得到10等于5A 所以A等于多少 2 好把这个A等于2带入 所以这边就是负的5分之2 好 我问问同学有没有异象 我说这是最正确的解法是这样子 那之前我们那时候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今天真的要算加速多少 你勉勉强强 这两个相加的意思 你可以把想的这两个一起看 来两个一起看 为什麽最后第一项是10 那一个往上 可是这两个不是都向下 要是比较往上 可是因为它是整个都往上 对我那时候跟大家讲 你可以这样子想 就说对不起 现在的一直线不是想的这样子 而是想的运动 那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帮助运动 这个叫做足 这个是足足 那这个是往上 所以这是什么 这个是帮助 这个是足足 所以以帮助运动 跟足足运动 来看就会变 这是帮助是30-1 这个要加低 是不是减20 其实是就这个事情 那它的来源 即使是来自正面 但解设是可以这样解释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加速度算出来了 好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先算看 第二个如果要算 执心速度怎么办 执心速度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什么呢 第一种做法就是这样子 你看看一下 我现在已经知道 同学告诉我 一开始放在那边的时候 执心速度一开始是多少 0 VC1 一开始是0 然后有一个执心的加速度 ACM是2-5分之2 所以他说 静止释放2秒之后 所以来T等于2秒 2秒之后来VC2是多少 我知道一些 有同学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直接用什么 出速度 要算末数 又知道加速度 知道时间 直接可以利用什么 V等于V0加AT 所以来就是 VC2等于VC1 再加上ACMT 这符号看起来有点讨厌 那大级是说 这个是0 ACM是-2分之2 再乘以2秒 所以是-4分之4 好 -5分之4公尺每秒 来 符号代表这个 末数是向下 好 除了这样子 OK吗 可是我知道 其实有时候大家对这边还不是很熟悉 我们房长会处理的是什么呢 房长会处理的是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计算 我可不可以计算 这个2公斤的2秒后的速度 大家告诉我 这个2公斤的在这边 来 它的加速度是A 对不对 这个A我们刚刚有算出来 这个A算出来是2 所以来告诉我 2秒后 它速度多少 4 4 4AT 所以2秒后 这个V1 这个是4 3公斤的这个在这边 它的加速度是向下 2 2秒后 请问一下它速度多少 V2 是不是也是4 好 所以我知道 2公斤的速度是4 3公斤的速度是4 请问一下 来 执行速度等于什么 可不可以用 M1A1加M1V1 可以吗 M1是2公斤 再乘以4 然后呢 再加上3公斤 乘以-4 再除以5 来请问一下这答案是多少 8-12 -4 -5 -4 来 请问一下答案一不一样 一样 那你看你觉得哪一个方便 就是我现在个别算 每一个的末数算出来 各再去算质金速度也可以 我把质金加速度算出来 直接用V等V0加AT来算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好 不过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还有个小小问题 等一下再讲好了 先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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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